诵经或诵咒时 总是想睡觉或心情烦躁 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方法缓解 一念经就睡觉 睡好了再念 一念又睡觉 睡好了再念 那睡到什么时候会醒啊 总有醒的一天 能不能够不睡啊 你要真不睡就不会问了吗 也不能强制说 把头发 算在梁上 头悬梁 这个有点太残忍了是不是 就是正常情况下 自己已经休息很好了 往这边一读经就打瞌睡了 那说明啊 自己还不习惯读经 是不是有什么业障啊 是有业障 什么业障 每一睡够 这个就是业障 大家不要想得很复杂 不要觉得这个可可可怕了 哎呦我这一诵经业障可重了 就打瞌睡 不要想这么恐怖 传出去谁还敢诵经啊 那是什么回事啊 那是你诵经不习惯 之前没这个习惯 你看一诵经 这经就放光明 那光多温馨 多祥和 以至于你爸过去几十年没睡的觉都不回来了 佛力加持 睡得安心就好 醒来接着念 不必大惊小怪 总有醒的一天 念周念佛也是同样的 不过 念佛堂用功会有些对质的方法 比如说坐着念会睡 那你就站起来 闭着眼睛会睡 眼睛就成大一天 有用吗 短时间有用 可是功力强的也没用 站着站着睡着了 你看他眼睛真的很大 过去 没反应了 有这样情况 还真有这样 有的这个你可能没见识过 在念佛堂用功久了就有 那怎么办这样怎么办 好 精心自己来回走动 这能对质吗 短时间有效 时间久了 走着会睡着 大家不要尽量走着会睡着 哎 绕佛的时候他也跟着大家 阿弥陀佛 别人到那个地方拐弯了 他不懂的拐弯 啊一下撞上去了 哦 行了行了 这就知道 有可能是念的太专注 但也有的是打瞌睡了 你这个不要觉得 业障很重或者很奇怪 很正常的 古人用功这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你看那高峰妙禅师 坐到悬崖顶上面对万丈悬崖 都能打瞌睡跌下去 所以想睡觉的时候就先睡嘛 当然适当的对峙一下也是可行的 不过我们是凡夫 我们精力有限 我们的体力长时间很难坚持 因此 因此念佛法门方便一行 大家念佛行住做过都可以 任忙任闲都好念 觉得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接着念 有没有人检查呀 没人检查 那念到什么标准才可以往生呢 各位 什么标准可以往生 信愿俱足 这一生念佛不退心 就是往生的标准 只要大家信愿俱足 这一生念佛不退心 将来个个都可以往生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这是万修万人去的花门